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刷了一套 我感觉挺好看 今天上来呢 先去换一个追忆 龙王普拉顿桑克斯的追忆 我之前在指头遗迹的时候复制了一份 我来换一个普拉顿桑克斯的雕王 龙王的金色吐息 这个祷告是要36信仰的 以前我不是信仰不够嘛 所以也用不了 现在点不是洗过了吗 我可以用了 而且龙王也算是龙响吐息嘛 就还挺适合我的 这个祷告占的格数特别多 一般祷告就占一格 它占三格 再来升一下级 接着升级中力 好了 今天没什么要准备的武器 走吧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是南方海岸 大卢恩破碎之后呢 各个NPC的剧情都开始推进了 今天我们就去做修里耶的直线 这里也是托雷娜的直线 这里是我之前来过的大洞赐福 当时来的时候这里是有封印的 米凯拉封了不让进 现在可以进了 米凯拉把托雷娜给遗弃在了这里 石棺大洞 这个地方也是充满了梦幻的色彩啊 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 青蓝海岸的一个特色场景啊 特别多的大石棺 之前我们看到一个白领啊 他就想来这里 传闻当中的石棺飘向的终点啊 就是一座深紫色的花朵 绽放的天鹅绒花园 听起来特别浪漫是吧 就是说的这个洞穴了 在这里可以看到紫色的史莱姆 托雷娜的代表色呢 就是紫色了 所以史莱姆也入乡随俗了 走这条路呢 要注意天花板上会掉一些史莱姆 它把你缠住的话 还缠好久呢 会伤不少血 这上面有一个史莱姆 它没下来 走吧 在这里可以捡到新的素材了 凝固熔泥 这个熔泥是石棺里面渗透出来的东西 大洞的前半段 敌人是血怪 不难 用剑舞可以把它们控住 回头来捡个东西 托利娜剑 这个洞里面的物品呢 都是和熔泥 还有托利娜有关的 继续往前走啊 小心 这里不会死啊 老贼不让死啊 那万丈深渊也挑不死 这里的血怪挺多的 但是收集很少 就捡个游泳之地卢恩 跑路了 不跟它们打 这里的血怪武器上有淡紫色的烟雾 它们的攻击是带催眠属性的 看到这个梦幻的紫色了吧 不过被打几下也没事 催眠两表积累的不是那么快的 赶快过来开次服 它们就不追了 来换一下武器 把我的血王毛拿出来 血王毛好久没用了 在这儿可以派上用场 再拿上我的弓 将我的爱弃至于此 米凯拉不仅是放弃了自己的躯体 还放弃了自己的情感 米凯拉大人 看来您舍弃了那绝对不该舍弃的事物 连自己的半身都拯救不了 怎么能拯救众生呢 米凯拉本来也没有要拯救半身啊 她是要抛弃半身啊 米凯拉为了成神 是把自己和黄金相连的所有部分 都给舍弃掉了 包括托雷娜 从这个石棺跳下去 有一条比较隐蔽的路 这里的大石棺横七竖八的 可以在上面走路 看一下这个凝固容易 从石棺渗漏而出的蓝黑色容易 石棺里面的污秽生命 到最后就会化成这种样子啊 不过为什么说它们是污秽生命呢 也是被抛弃的一群人嘛 先来这里捡个东西啊 在石棺这儿可以捡到墓地灵蓝 中药物品在这儿 走的时候注意啊 靠右边 天花板上会掉史莱姆 托雷娜按键 之前我们是捡到过托雷娜键的 而这个变成了托雷娜按键 托雷娜发生变化了 它被舍弃之后的 那个淡紫色的烟雾呢 熟成了浓烈的毒 变成了深紫色 这个密血木芽 也是托雷娜被舍弃了之后形成的 形成了密血的血水滩 在紫色上呢又长出了木芽 听起来非常悲壮啊 又令人怜惜的感觉 上来之后把这个守木鸟给打一下 这边的守木鸟 成功还挺远的 到这之后就足以举盾了 这是之前打尖牢的时候出现的 那种石头虫啊 它这个激光是物理伤害 用盾顶不住就行 到它打不到的地方 拿出我的血王毛 这种毛的战绩范围很广 上面也能打到 顺带把这两个毛毛虫也清一下 这个石头虫跟小旋风一样的 又转圈 这张地图实观就是通路 上来之后先不着急往下跳啊 底下挺危险的 先把这些球就清一下 这种是发现你就爆炸的 以防得被炸下去 千万挺危险的 有爬的有爆炸的 还有激光 还是要稳一点啊 好 清完这三个就可以走了 跳一下 有缝隙的啊 听到这个声音了吧 这边还有两个激光 特别阴险有恶毒 我之前走这个边上台子 然后直接就被炸下去了 气死了 好 离它非常近的时候 就变成灯下黑了 可以用战技了 好 接下来贴着这个石棺走 上面那个打不着你 这边还有个守木鸟 提前用战技 这个守木鸟它的韧性挺低的 但是首先你要打着它 如果你不打它 就是防御的话 它的连招实在是太长了 一直在天上飞 挺烦的 好 在这轻一下 跳上去打太麻烦了 还是在这轻比较安全 前面还有一个 这段路呢 就是这三波 打完就好了 一路往下走 好 接下来就没啥危险了 先开赐福吧 这个大洞就探了一半了 好 接下来换圣术性的武器 前面的骷髅兵会比较多 这个石棺大洞呢 它是跟死亡有关的 棺木啊 骷髅啊 骷髅 熔泥这些 都是若剩的 这里有条小路啊 往下跳 我们去坐步收集 这里先不捡东西 先上去 绕着这个山壁走啊 因为天花板上会掉史莱姆 把这里的骷髅兵清一下 这儿的骷髅兵挺烦的 两个射箭的 两个扔火焰弧的 头上还有史莱姆 哎呀 恶意满满 一箭归西 这个紧密孪生剑 用完战机之后挺漂亮的啊 那个受阻性的效果 还会停留一段时间 好了 现在可以去做收集了 底下有个魔法 这里的凝固绒尼挺多的 这一期走的是托莱娜的支线啊 我就跟大家多聊聊托莱娜 其实它的戏份并不多 包括在本体还有DLC里面 这条支线呢也很短 交互不多 那我们已知的就是 托莱娜和米凯拉是一体的 这里剪个魔法来看一下 释放大块绒尼 圣女托莱娜呢 有催眠的能力 托莱娜睡脸里面说了 圣女托莱娜的信仰代表化 它是有舒缓 亢奋精神的作用 在游戏里面呢 就理智度比较低的那些 像熊啊虾啊这些的 都是若催眠的 这个角色设计呢 应该是参考了古希腊神话的 我看了希腊简史这本书啊 里面说到古希腊神话当中的 睡眠之神 修普诺斯 他就是擅长催眠术的 这边这个狮子混种随便打打 也是个老怪的 我就接着说啊 英文里面的 催眠啊就是源于这位睡神 这位睡神他住在哪呢 在冥界的一个黑暗洞穴 那李开阳永远都照不进来 有没有觉得跟托里娜很像 也是在这个暗无天日的石棺大洞啊 相叠光环 相叠光环看起来是黄金树的招式 但是已经不以黄金律法基本主义为本了 这也是米凯拉脱离黄金树的一种象征吧 这孩子打小就聪明 从小学习黄金律法基本主义 光环还有化三光环的祷告 都是他小的时候发明出来送给父亲拉大纲的 这里有好多小动物 跟着趴着睡觉呢 感觉很温馨啊 一堆小动物围着个赐福 好了来换一下武器 前面就准备打boss了 还是用圣术性的武器来打 拿上我的神区化剑 神区化剑的含金量又要往上涨了 拿上黄金墓碑 护福加圣术性还有祷告和战绩的威力 神区化剑主要就是用战绩 再拿上咆哮炼锥 休息一下 灵药的话不用换了 就用加圣术性攻击的 还有加信仰的 石棺的镜头 请赐给我勇气 让我一跃而下到您身边的勇气 托里纳在洞底啊 先做下准备 buff什么的都上好 下去直接就开打了 这里有一种非常幽暗隐秘 又寂静的气息啊 无数的大石棺停留在这儿 有一种奔赴死亡之地的感觉了 这里是可以召唤修理爷的 他说他要到这来嘛 已经过来了 往前走两步 等boss出现哈 他一出现就放战绩 然后就等他接近 他跳下来了 他会使出旋转的攻击 往前翻 他的马出现之后 就往后翻 接着再往前翻 他的马出现就往后翻 接着再往前翻 就这么躲他的技能啊 他上马之前还可以再来个战绩 注意他的大刀还会回旋斩 柔内骑士本身弱胜 所以两个战绩呢 他就半血了 他进入二阶段 在他跳起来的时候 我也可以跳起来 用普拉顿桑克斯的雕王 俩人大招对喷 下来之后注意他的招式 躲开他的灵火 他喷戎尼了 这是一个从外往内收的灵火圈 好我找机会用战技 解决了 这是个大boss啊 拿到了戎尼的追忆 再看一下 戎尼是污秽石肉最后化成的模样 托雷娜的花蜜 让他们得到了永恒的安眠 所以 罗尼奇士在这里守护他 先去开赐福啊 这里开着许多托利娜睡帘 这个场地的暗紫色调 还有飘着的淡紫烟雾 都给人一种又神秘又忧郁的感觉 这就是传说中的生子花园了 来生下集啊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见到托利娜的真身了 那神秘又飘忽不定的身影 修里耶已经沉醉在托利娜的憨眠中了 之后你也应该带来带来 去聖帘子的深色的藤色 我逃跑到她的水 快要听她的声音 让我站住 我不会长时间 Oh, I almost forgot You mustn't follow my example Santrina's poison would plunge you into an eternal slumber It must be me And only me I am gone Adrift in sleep So that I may hear Santrina's lost voice Let me be I won't be long I am gone So that I let me be 我不信 我都要看看有多毒 前面就是托雷娜了 先来捡东西 托雷娜信徒的制作笔记3 做半梦树枝的 这里有很多密血木芽可以捡 修里耶明确说了 现在托雷娜是带毒的 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 来看一下 托雷娜是半人半花的造型啊 米卡拉把她抛弃了嘛 她就寄宿在这个花上 要不我背上你吧 这个想法怎么样 在这里吸取花蜜 托雷娜的这个形象啊 真的是很唯美啊 特别浪漫 但是是一种危险的美丽 吸取花蜜之后我就没了 但是不要气馁 咱们阿退就是可以无限次重来 刚才我说到了托雷娜和古希腊的 睡眠之神修普诺斯的相似之处 修普诺斯的宫殿门口 就长着大量的音速花 古希腊神的画像当中呢 神经常是手捧着音速花 或者是带了音速花环 包括睡眠之神啊 还有这个死亡之神啊 等等吧 音速是一种美丽 但危险的植物 就好像现在的托雷娜一样 Why won't you share your voice with me? Grant me more of your poison that I might drift further into sleep perhaps then you'll grace me with your voice please leave me alone 托琳娜不跟她说话 我继续吸取华蜜 这是第四次了 托琳娜跟我说话了 她不想让米凯拉成神啊 去找一下修理音 她跟这儿躺半天了 托琳娜也没理她 我跟你说个事吧 谢谢你不要骗我 我是选择 不是你 只有我能够 在聂丽娜的海岸 为何你听她的声音 当我能够 如果你应该再说这些 严重的真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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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真生气了 跟着坐半天了 是不是大腿根都麻麻的 怎么托琳娜一句话也不给说呢 我来了她就给说话 我也不是 我都死三回了 她跟我说的话 我都死三回了 我会…… 是 这次醒过来之后要做下准备 拿出我的骨铁陨石大剑 修理叶改名了 叫修理我 他要过来入侵我了 修理叶是用毒的 他喜欢托里纳是有一个原因 因为在托里纳这儿 他是独一无二的 只有他能够承受得了 托里纳的那个毒 别人都承受不了 他在这里感受到了特别 用骨铁陨石大剑的战绩 去削他 很快 修理叶不怎么厉害 看一下他的招式吧 他是撒毒的 拿到了护肤托里纳的微笑 周围人物陷入一场状态催眠时能提升攻击力 这个护肤真好看 这紫色的头发 修理叶的幻想啊 希望托里纳只对着他笑 好 现在继续去西区花蜜 修理叶这个人吧 虽然挺卑微的 也挺弱小 但是遇上自己女神的事 是真的往上冲 非常勇敢 继续西区花蜜 您那就不能一次说完吧 我跟这死去活来的 托里纳看起来就好像闭眼在睡觉啊 抱着双臂趴在那里的感觉 很温柔又很宁静 托里纳说得非常明白了 让我们去杀掉米凯拉 让她解脱 我的理解是 托里纳认为 米凯拉成神 背负了太多 她要承受太多 这对一个人来说 是非常大的负担啊 而且是持续上千年的负担 所以希望我们帮她解脱 我会解脱 當時的真實… 你怎麼說了嗎? 你居然瘋瘋瘋瘋瘋瘋 我悲哀瘋瘋 這麼一件事…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托雷娜还是没跟她说 但是我告诉她托雷娜的愿望了 托雷娜希望杀掉米凯拉 这个支线就告一段落了 托雷娜的话说完了 我也不用再去西华蜜了 再去看修理叶 修理叶那里也就没对话了 DLC的支线呢 就做的都比较短了 NPC的剧情没有太多 我们再见到修理叶 要很久很久以后了 好了最后再看一眼托雷娜吧 她在这里真的很孤寂啊 两个肉身都没有 附身在花上 米凯拉也不要她了 托雷娜代表的是米凯拉的爱 她也是深爱着米凯拉的 但是不好说 她现在这种熟成的毒 是不是代表了对米凯拉的一种恨呢 好我们现在回大字符啊 打完熔尼骑士之后 可以换追翼的 熔尼的追翼 可以换一把熔尼大柴刀 这个大柴刀可有意思了 还挺适合我的 它是依照感应提升攻击力的嘛 这魔法用不了 32的质力太高了 换一把这个大柴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柴刀就是熔尼手上拿的那把嘛 造型非常的特别 这是一把大斧 可以积累冻伤两表的 因为它是灵活嘛 这个刀尖都快磕着脚后跟了 随便找个地方吧 我们去试一下 它用起来呢 就是那种非常远润的感觉 包括它的造型 包括招式 刀上面有很多骷髅 来看一下战技啊 这个战技非常的特别 它可以一直炫 然后整个人的身体都是翻过来的 这个造型实在是太独特了 那只要有蓝就一直炫吧 有蓝有精力 还可以往前蹦 一蹦一蹦的 蹦着旋 挺好玩的 回头我们强化一下用一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吧 大家拜拜 拜拜 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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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